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巫婆娃娃的诅咒》 故事开始 1942年的一天,女主带着女儿小花从伦敦搬到了威尔士的乡下 由于纳粹德国的轰炸,伦敦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一般 许多人都死于空袭 而女主的丈夫小帅自参军后就下落不明 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很不容易 好在有个亲戚把他们介绍到了这个小村庄 可以暂时躲避战乱 接待他们的是绅士叔 他将女主母女带到了居住的地方 一栋位于森林深处的大别墅 而这里真的是太大了 称之为城堡也不为过 女主有些担心 这里只有他们母女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住这么大的房子 晚上咋能睡得着 绅士叔让他们不要担心 这是镇上的集体财产 免费住顺便帮忙看着房子 这样的好事真是哪里去找 女主一想也是 自己是来逃难的 有个遮风避雨落脚处就不错了 咋还好意思挑肥减兽 随后绅士叔简单的带着女主母女 熟悉了一下环境 这时客厅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 突然自动关闭 绅士叔解释是疯的原因 并说自己也没有钥匙打开 说完就离开了 而时间过得很快 母女二人渐渐的熟悉了这里的环境 但他们也渐渐的感觉到了这里的不对劲 这里东西会莫名其妙的位移 墙上会莫名的出现手印 但他们毫不在意 这天小花正在客厅写作业 忽然那扇锁着的门竟然自己打开了 接着小花不知道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 女主赶忙从厨房赶来 却并没有什么异样 小花还是坐在那里写作业 只是神色有些慌张 而在小花的面前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娃娃 这个娃娃看起来很恐怖 而且很破旧 看起来有上百年的历史 随后女主问小花 娃娃是哪里来的 小花说那个她不让告诉别人 说着就指了指娃娃 女主回头一看 那个娃娃却不见了 这时女主来到了那个打开的房间 里面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的木箱子 打开箱子一看 那个娃娃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在了这里 这也真是太诡异了 接着女主找到了绅士书反映情况 绅士书说这栋房子太久了 有个老物件也很正常 至于其他的都是幻觉而已 转过天 母女俩来到别墅周围的森林里散步 开心的玩起了捉迷藏 但忽然小花发出一声惨叫后 就消失不见了 女主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女主赶紧就去报警 警官郑一哥派出了五个警员搜山 但还是一无所获 女主快要崩溃了 第二天继续来到了山中寻找 这时小花突然在她前方不远处闪过 女主赶忙追了过去 而小花一路跑到了绅士书的家中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女主在绅士书的家中继续寻找女儿 却看到书桌上散落着一些手稿 上面写着的是一个叫玛丽的女人 控诉巫婆用恐怖娃娃 抓走自己丈夫和孩子的事 女主隐约的感觉 自己女儿的失踪和家中出现的恐怖娃娃有关 女主正要细看时 绅士书走了进来 女主问绅士书这个玛丽还有巫婆娃娃是怎么回事 绅士书告诉女主 在他们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在1660年的英格兰 一个无辜的女巫 因为被人怀疑和几个小孩的失踪案有关 即将被教会给处死 在临死前 她对着自己的娃娃立下了诅咒 说永不原谅世人 一旦谁得到这个娃娃或者靠近她 就会精神失常直至死亡 至于玛丽 她的丈夫和孩子是意外去世 但她一直不肯接受这个现实 最后疯掉了 现在就被关在了小镇的精神病院里 而这些字条都是她的胡言乱语 不足为信 接着女主失望的离开了绅士书的家 时间又过去了七天 韩市没有小花任何的消息 女主整天是以泪洗面 这天女主忽然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转身一看是那个恐怖的娃娃 女主起初是很害怕 但想到这是找到女儿唯一的希望 于是鼓起勇气和恐怖娃娃搏斗了起来 在幻境中女主仿佛回到了伦敦 她的面前出现了丈夫小帅和女儿小花欢乐的身影 忽然防空警报响起 小帅和小花躲闪不及 被压在了废墟之下 女主是拼命地挖 但韩市没能救回亲人的性命 绝望的女主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 而这时 绅士书和警官郑一哥赶来 将女主扶了起来 送回了房间 但奇怪的是 这两人都穿着白大褂 原来女主的丈夫和女儿都在一年前死于空袭 女主一直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 出现了严重的幻觉 然后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研究中心接受治疗 而女主其实就是玛丽 这次在绅士书和郑一哥的治疗下 女主终于想起了真实情况 这让两人很是欣慰 这么多年 这类型的精神疾病一直没有什么突破 只有切除脑白痣一个方法 这种方法非常的残忍 在切除后人确实不再癫狂 但会变得痴痴傻傻 和行尸走肉一般 郑一哥一直想改变这种情况 然而女主好了没几天 又出现了幻觉 但女主也明白这是幻觉 郑努力对其视而不见 但绅士书却认为治疗很失败 还是决定对其做脑白痣切除手术 为此他和郑一哥发生了分歧 这天的晚上 郑一哥找到了绅士书 将这么多年在本院做了脑白痣切除术的病人档案 摆在了绅士书的面前 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郑一哥发现 这些病人都声称看到过恐怖的娃娃 而且恐怖娃娃告诉他们 这家医院有很大的问题 但往往在病人马上要说出问题是什么的时候 就会被强行做脑白痣切除术 作为院长的绅士书 不觉得很巧合吗 是不是在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接着绅士书脸上的表情 渐渐的变得凝重 他忽然掏出了手术刀 一刀捅死了郑一哥 并将其毁尸灭迹 转过天 巧妙躲过警察盘问的绅士书 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悠闲的喝起了威士忌 但这时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绅士书惊恐的看了过去 那个恐怖的娃娃再次出现 猛的扑向了他 随着绅士书的一声惨叫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了现在 小白和女友珍珍是灵异事件的爱好者 他们来到了传说中 闹鬼的废弃精神病院进行探险 据说当年这里的院长绅士书 暗中强奸杀害了大量的女病人 最终离奇死在了办公室 传说是受到了巫婆恐怖娃娃的诅咒而死 后来这里就废弃了 成为了灵异事件爱好者的探险圣地 而珍珍一到这里 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本来是不想进去 但耐不住小白不停地劝说 只好跟着走了进去 他们将摄像机 安在了绅士书的办公室 然后就到别墅的其他房间去逛了 接着摄像机的画面里 一个古色古香的木箱子忽然打开 那个恐怖的娃娃爬了出来 可想而知 等待小白和珍珍的 将是和《绅士书》一样的结局 故事到此结束 本篇虽然是美国电影 但画面带着有一丝古典英伦风格 剧情也想着有创新 但想表达的意思太多 反而显得不伦不类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